大家好,我是小杜 强大的军队背后必然有着强大的国家 军队的命运也取决于国家的命运 上个世纪末,苏联军队的悲歌就是对这个观点的最好解释 1991年圣诞节的苏联分崩离析,直接导致军费缺乏 当时苏联的很多部队都是穷困潦倒,甚至到了发不出军饷的地步 留下部队的士兵薪水,在世纪末的急速通货膨胀面前也少得可怜 即使干脆直接解散,也只领到了微不足道的前三费 为了维持基本开支,苏军驻东德西部的集群 还会利用与西德接壤的优势,靠走私物资,出租士兵做劳动力来赚钱 甚至用运输机走私紧俏的欧美家用电器,高级食品,豪车和化妆品 当时位于德国阵线的运输航空兵,第310师也是如此 只不过他们的师长为了给全团1500名士兵发工资和前三费,做得更彪悍 运输航空兵第310师装备两架伊尔76运输机和一架图154科技 以及米8公武直升机 根据一个名叫康坦丁·莫斯卡联科的伊尔76运输机组成员回忆 运输航空兵第310师师长曾带头搞了个额外业务,走私德国豪车到俄罗斯 在运输机队没有解散前,曾走私12辆德国梅塞德斯豪车 以及冰箱、录像机和彩色电视机 因为事关重大,航空师师长亲自操刀 驾驶满载货物的210吨伊尔76运输机从德国机场起飞 回国后,这批车和奢侈品被运到莫斯科交易出去 为机组们换来了大笔收入 足够给士兵们分完所有的工资和遣散费还有余 而不久后,完成了运输领到前的第310师也直接解散了 许多士兵眼含热泪,向着师长最后一次致敬 向着曾经朝夕相处的战机最后一次致敬 这些驻德苏联人们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别了自己的军旅人生 感谢收看林陆军舞,下期见,拜拜